用了99%的勝率打上全服最強 我有沒有看錯啊 今天這一場非常精彩 也是我使用菲尼克史上第一次拿到五連殺 今天真的是滿滿的刺激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要先感謝我的爸媽 喔不是感謝對面的阿塔利用大絕招 把對面全部捲起來喔 我們來個高速幸運菲尼克大絕招 才能一次拿到五連殺 另外這一場是我第一千場 菲尼克直接一個VIP贏兵禮 海鮮直播主阿塔直接過來 不賣海鮮不賣三文魚不賣四文魚 直接入圈我野區就算我的隊友 全部一起來完全都不怕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哈哈我扣了一個強化恢復 贏了他一把 好了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直接使用菲尼克00開心連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你所有的按讚都是我繼續製作影片的動力喔 另外這一場中路現在有點糾紛喔 我們派出凱警官過去把中路包圍一下 哎呀對面人多是眾 完了直接上爆料公車再見了 凱格路士 好啦那這時候呢被雙殺之後 對面中路非常肥 對面中路非常肥 我們的屁股就整個要完蛋了 先去抽凱撒路一波 畢竟我是個傳說對決的小偷 大家知道菲尼克是個狹盜流氓 有點像是羅賓漢的感覺嗎 如果我講廖天丁 你們會不會覺得我有點倒 你們知道廖天丁嗎 現在好像很少人知道了吧 好那我們把凱格路士 抽完一波碎之後呢 沒關係他是警察公務人員 很多人會養他 抽完之後我們先來觀察一下省時 現在中路一個複製人大對決 圖倫打圖倫 對面的圖倫已經 拿下三連殺了 這會不會後期會有點難打啊 沒有關係我們先幫隊友增加一些經濟喔 來到花蓮先買一下古龍四架 把古龍四架打爆之後呢 我到底在講什麼 到底課了什麼 昨天呢我終於得到一天完整的休息 可是我有點不休息喔 為什麼呢 昨天上傳了一部50萬的QA 我覺得非常輕鬆 好了 鼠柄在叫 那到底為什麼都非常輕鬆呢 唉呀第一次一天沒有做傳說對決 簡直神清氣爽 連大便都非常順暢 但是我遞照我去看第二次天人喔 所以看完之後有點像 上完一堂歷史課的感覺 有一點點的枯燥喔 我們現在把兵線連完之後呢 現在 哎呦 魔龍路有個中路的大會戰喔 那圖倫被逼進塔之後呢 對面很多人看到兩個人直接上來 是艾蜜莉跟圖倫嗎 兩個我在草叢裡稍微蹲他一下 感覺這個圖倫又想來剪頭 我們的圖倫也跟上了 但是這就像國小的大隊接力一樣 這個我們的圖倫已經露對面圖倫半圈了 現在來已經來不及只能收個助攻 沒有關係 現在還有我跑第一棒 你有菲尼克連連看 沒關係 有收掉就好 有收掉就好了 現在拉回了一個5比5喔 我拿到了一個003 不要以為我沒有做事 這真的幾波支援都是我在做事好嗎 我覺得菲尼克這隻英雄很有趣的地方是 他打完之後不一定是全隊最高分 但是他可以有效拿出非常多資源 例如魔龍 果龍 凱撒 讓隊友增加經濟以及能力 還有推薦的能力喔 所以他算是一個比較偏向幕後的大工程喔 另外我想對這一套的出裝魔龍奧義 做一個簡單的小評論喔 可以看到他出的是打野刀 而不是打野光 他選擇的是他的大絕招的傷害 以及他菲尼克爆炸的傷害喔 這一點也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另外他的奧義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他帶的是猛攻刺殺龍爪 還有他的魔紋第一個帶的不一樣 他帶的是一個士林喔 增加士林香腸的能量 不是這個樣子 他是增加會戰的能力 不要小看這個回8%的血量 其實有時候真的是能夠救你一命 那這套魔紋跟傳統 咕咕恰恰出的暴怒精靈龍爪 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暴怒精靈龍爪是屬於前期的魔紋 如果前期呢你想要帶一波節奏的話呢 就可以帶這一套 這一套魔紋猛攻刺殺龍爪 用起來在後期也非常有感喔 尤其是對面戰士英雄非常多的時候 你在出完聖劍之後呢 是有效可以打擊他的護甲的喔 如果你是出暴怒精靈龍爪的話呢 呃用起來可能是打薄皮會比較好用一點點喔 另外我想跟各位分享一個 不知道有沒有台北的觀眾喔 對 我最近發現一個台北的超好吃的食物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再過幾天也會去台北玩一下喔 他在頂好超市的地下室 有一家賣紅油超市 我不知道他的店名叫什麼喔 不過他的同樓層 就是地下樓也有一個賣湯包 然後蔥油餅也很好吃 還有杏達果汁 真的超讚 哇那家紅油超市 這家紅油超市拌麵真的是我 吃過史上最好吃 不過他的店名好像也不知道叫什麼 我只知道 IG的Tag打卡就是台北很好吃的紅油超市 在頂好超市的地下一樓嗎 如果你知道的話也歡迎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這個時候呢 音樂老師芭蕾舞老師直接提了上來喔 我們直接一個菲尼克電風扇 氣泉回流空氣清淨機 直接把他給擊殺掉 現在呢 懶惰喔 在丟粉筆板叉 你不就懶惰 攻擊的時候很像在丟粉筆嗎 我覺得可以出一個藍老師喔 或是躲老師之類的造型喔 一直丟粉筆和板叉喔 另外我最近跟女朋友去逛 呃 逛那種家庭賣場 發現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欸原來板叉是有在書局賣的喔 以前國小呢 我有陣子被分配到的 就是打板叉的工作 什麼就是打板叉的工作呢 掃地時間呢 有些人可能就是去掃地 陀地擦玻璃啊 有些人可能就是躲到廁所玩傳說對決啊 那我的工作呢 非常的簡單 就是把板叉打一打 吸一吸 怎麼吸用那個優格 有沒有吸 有點像吸拉麵的聲音 就是呃 在黑板旁邊喔 有一個無怨無悔 每天都在吸粉的嗨卡喔 每天只要看到那個白 白板的那個粉筆粉 就會超級開心 唉唷 轉眼之間 我們的土老師就直接來一個大沙特沙 我完全沒有注意他在做事情喔 感覺這一場是一個中路的兩邊 土老師的大對決喔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就交給菲尼克 飛進他們的心裡喔 有沒有女孩要給我飛進心裡一下 不是我女朋友都會看我影片 不要亂說話 好 來 艾蜜莉艾蜜莉 出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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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會在塔下是不是 感覺他很像燈塔管理員的感覺 好 那一個鳳梨樹飛過來之後呢 阿塔呢 一定會對我突進先往後滾 拉個距離 用菲尼克空氣清淨機 拉一個 唉唷 唉唷 這是一個顯卡風扇的圖片喔 你看 剛剛阿塔的大絕招 在配合我的菲尼克清淨機喔 有沒有 我好痛 好痛 好痛 你打不贏 先暫時撤退一下好了 他看到我後面巨大的鳥鳥 就嚇到了 哇 你褲襠下怎麼有隻巨大的鳥鳥 看起來好可怕喔 沒有啦 我只是嚇嚇他 他以為我後面 隊友有埋伏 我放了一個空城劑喔 結果後面什麼人都沒有 唉唷 這個時候 凱撒餛飩湯在旁邊 我是不是該偷吃他一下 把摩龍把這隻蜥蜴骨龍吃完之後呢 蜥蜴油條 我們就來下韭菜 就是凱撒 我最近覺得 玩菲尼克的手感 不知道是因為我變老了還怎麼樣 蘇餅你有什麼意見 唉唷 蘇餅說這隻凱撒看起來好可愛 好想當他的寵物 你想當他的寵物喔 喔 你們聽到說明說很可愛 好了 那現在我們就出了他的第四件裝備喔 怒焰之爪 其實這頭裝備我覺得配起來 跟之前不一樣的地方 如果你選擇出攻速鞋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出颶風雙刀 那如果你選擇呢 前前對方控場真的太多的話 直接出聖騎士戰選 然後再配合這個狂怒之爪 其實旁邊的野怪是可以讓你刷攻速 讓你在會戰的時候 幾乎都能疊到五成的效果 而且這套裝備呢 只要先打三下之後 其實在會戰之中 你就處一個物色 他的攻速其實真的超級快 用起來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不過呢如果你要再注意 體驗伺服器最近更新的話呢 現在的傳說對決 在削弱任性這項屬性喔 很多英雄的暈眩技能呢 可能像是新英雄啊 都不受任性的影響 這一點在傳說對決 未來挑戰的時候 鞋子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這也是一個重點 好了 藍兜從旁邊直接逛街進來 你也會在逛夜市 是不是最精采的地方來了 對面的阿塔 非常的精采 利用了他的大絕船喔 這就是我說阿塔是一隻 時常最會害人的英雄 把所有隊友困在我的菲尼克 空間清淨機 這些小雞翼菌 就直接被我一個99%的 HIPPHA濾網一次過濾喔 四連殺 因為我只有四連殺 就是我賞得非常信仰 我第一次使用菲尼克 拿下五連殺 這真的是太厲害了 各位欸 比泰國菜還要厲害喔 更好吃喔 我們直接 一路大順暢 推到他腸子底喔 完全不給你機會 推進去之後呢 看到蘭鐸直接又出來了 我們直接菲尼克制裁一個 喔喔 藍巨尼 那他這套裝備呢 最完美的應該是在這個 小颶風上到出玩之後 你就可以感受到 猛攻製造龍爪子 帶給你的穿透性 以及他輕薄的舒適性 我們感覺有點像 在介紹衛生命的廣告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這是我第一千場的菲尼克 謝謝參與我的影片 掰掰囉 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